这个是个卵磷芝 这个狗吃后不掉毛 还能润色 我们三个在拉萨大概住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今天呢收入收事就准备出发了 接下来准备继续我们的床车旅行 本来说在这送外卖的 然后也没送出外卖 我心里边呢也很焦躁 我今天有件事情要给大家说 无论说这个事牵扯到谁的利益 或者谁再来说 我也这个视频呢也不会删了 今天一次性要把这个事情给讲通透 讲彻底 这个视频我会一直留到最后 大家好我是九点 昨天发了一个视频 说我本来想在拉萨送外卖 后来又不打算送了 有好多朋友给我发私信 然后给我留言说表示非常不理解 然后到这儿我昨天晚上到今天 我的心情呢一直都很复杂 我一直想不明白 因为我在拉萨送外卖这个事情呢 我还受于某种压力 我还删了一个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到底我也不会删 我想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 给解释清楚 这件事情呢有一点复杂 所以今天准备了一个小写字板 我想把这件事情给解释清楚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我自驾床车来到了拉萨 住下了小亭的客栈 在客栈里边我遇到了之前的朋友 LC 他现在在拉萨送这个外卖 他告诉我 在拉萨送外卖目前是高峰期 一天呢可以挣几百块钱 我想着我之前我来拉萨已经好多次了 然后我女儿和我老婆之前 没有怎么没有来过 也没有在这边玩过 我想让他们抱个团去玩 我在这边呢送着外卖 一天挣几百块钱 然后补贴一点 送个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接下来呢就是重点 想要在拉萨送外卖呢 必须要租一辆电动车 在拉萨能够为外卖提供租电车的 只有一家公司 所以我去了这家公司 去租了一辆电动车 我去了这家公司 租了一辆电动车 这是我 这家店里边呢 只有车没有电池 电池的话 需要去他的平台上面 再去租赁 我租了他这个电动车 然后没有电池 我又在平台上交了押金 交了套餐费 去租这个电池 当我交完这个套餐费 还有押金之后 这个电池却取不出来 在两天之前 我拍了一个视频 我说这个电池 它取不出来 然后我押金也交了 我套餐费也交了 当时我去问这个客服 这个客服说 这个电池的套餐费 是退不了的 所以我每天需要浪费 二十块钱左右 我发这个视频之后 这个电池和这个车 它是一家公司 然后这个电池的总部呢 去联系了我给我租车的这个商行 这个商行的这个小老板呢 他又给我发微信联系到了我 说让我把这个视频删掉 说要么你把车退了 要么你把视频删了 在微信上面 给我发了红包 我也没有收 然后说 如果说我不删这个视频的话 这个车行的这个老板 他需要 受到三千到五千块钱的罚款 这是他原话跟我说的 等一会儿呢 我会把这个聊天记录呢 也会放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当时我想的是 都在外面打工 然后老板呢 我听口音也是四川人 所以我也不想让他 接受到这样的这个处罚 都挣钱不容易嘛 然后我就把这个视频删掉了 删掉之后第二天 我又去找到这个车行老板 我问这个电池怎么解决 能不能尽快的 给我一块电池 让我跑外卖 这个老板说 这个电池还需要等 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我在拉萨 再继续等下去 也没有必要 他说也可以把我的车退了 押金也退了 套餐费也退了 那我就没有必要了 我就把这辆车 还有套餐费 全部都退掉了 当时我为什么要 删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就是因为 当时那个老板一直在说 你如果不删这个视频的话 我总公司会对我进行一个几千块钱的罚款 我就是考虑 不想让他接受到这样一个罚款 所以我把视频删了 导致有很多朋友说我 九眼你本来是送外卖的 你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剧本 是不是故意编排的 为了跟某些某些品牌做广告 完全没有 我其实是非常想跑这个外卖的 但是因为在这个租车公司里边 我当时确实是租到了电车 但是没有租到了电池 没有租到了电池 我这个外卖就跑不了 我拍了一个视频 让这个商家看到了 这个商家就给这个车行的老板施加压力 这个车行的老板又给我求情 让我删掉这个视频 当时我也没有办法 我才把这个视频给删掉的 后来想了想 你在拉萨跑外卖 你没有一个很靠谱的一辆电动车的话 你很难去跑乘这个外卖的 一辆续航四五十公里的电动车 或者你骑自行车去送外卖 在拉萨真的是很难挣到钱的 我心里边也非常的难受 我昨天发的那个视频 网上也有好多人去喷我 导致我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我都想不明白 我去租了电池 但是他没有给我电池 还扣着我的套餐费 最后导致我外卖也没送成 然后所有的网友对我的印象也非常的差 所以今天在这里 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解释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这个视频无论是哪个人 再过来求情也好 威胁也好 这个视频我是不会再删了 而且我也没有提及哪个品牌 在拉萨送外卖这个小插曲 就就此带过了 接下来我还是带着我的女儿 还我老婆去去洋湖自驾床车旅行了 今天就解释这么多